HELLO!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安裝的車種呢,是福特的Ecosport 這台車我們在直播裡面還沒有機會跟大家介紹 今天算是剛好有這台車來工廠裡面安裝 開了直播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其實這台車的底盤很簡單,就是一個加高版的Fiesta 所以它的前面懸吊是一個麥華城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是走一個ToyB,比較簡單的懸吊系統 前面是麥華城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引擎室打開裡面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KT這台車跟Fiesta Fiesta應該有開過直播吧 跟Fiesta是一樣的 它的前面是有附上座 那這個上座的軸承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Coreo的軸承 在上座的中心點有一個KT的Logo 就是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的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它就變軟 所以在調整上的話 在這一台車來說相當的方便 因為有一些車款需要把這個試蓋把它拆掉 才能夠調得到阻尼 Eco Sport的話就不用 直接引擎室打開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是麥花城懸吊系統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的固定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 那其實呢這些的零配件呢 就是跟Fiesta是一樣的 那這裡有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也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但是Fiesta的話 我們KT的設計的話 就是需要改比較短的離載串 那這台車呢它的車高跟長度相對比較長一點 比較高 下方的空間也比較多 所以呢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彈簧配置 我們是配置了6公斤的彈簧 那本來這一台的車高呢 前面大概是四指半左右 那今天預計降到前後都大概30伏 它的車高呢 算是小修理 所以它的前面的車高 原廠設計是比較低的 然後後面是稍微比較高的 後面的話大概是六指幅左右 那因為車友也已經有改裝了XXR 17寸的XXR 527的旅圈 所以它的J數呢比較大 J數的話是8.25J 所以車高降下來之後的氣勢呢 整體氣勢感覺就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 那改裝的XXR的 這是527 527的話 這個型號是8.25J的 J數比較大一點點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在主尼友的話 KT所使用的是 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主尼友 然後油封的話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封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腳管的相對的長長短 高低點呢來調整車高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記得一定要把它鎖緊 前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師傅還沒有裝好 後面的話呢 它是一個托益幣的系統 彈簧跟電器呢 是分開的齁 那這台車呢 它的前面跟後面呢 都有一個小型的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上座系統 這是後面的上座部分 但這個的話呢 KT就都有附新品了 不用再拆原廠的下來沿用 後彈簧的話 有一邊的橡皮呢 是需要沿用的 下方的 後方的阻尼調整呢 我們都會在上市板裡面 鑽一個小孔 就直接把後側箱打開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它的相對的位置的話 這邊還沒有施工 所以我們從這裡來看一下 這是後面的彈簧呢 我們配置的是4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210厚4公斤的彈簧 那上方的阻尼調整呢 我們會從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飾板 飾板的話會穿一個小孔 就能夠從裡面呢 做阻尼的調整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來調整車高 並不是靠後方的統身長短來改變 所以後方的車高調整呢 調整完畢之後呢 最主要的安裝的重點 就是這個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在很多的脫衣幣 或者是後面多連桿的系統裡面 一旦有開直播呢 都會特別特別跟車友呢 介紹這個地方 那簡單來說 這台車安裝的靈魂重點 就是在後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一旦預載過多呢 有可能會有異音不好做 然後統身的壽命呢 也有可能縮短 所以後彈簧的預載 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那預載的幅度呢 就大概3mm 剛剛好碰到就好了 這台車不太會遇到說 統身沒有預載 因為統身調的太長的話 他彈簧整個會有鬆脫的狀況 那即使不太會有 可能會有這樣失誤 通常都是統身調的太短 那彈簧預載過多 就會有不好做的狀況 那這個下方呢 彈簧下方其實是一個塑膠基座 它沒有一個橡皮 所以上方的橡皮呢 我們會把它拆掉 我們有附一個橡皮墊 所以後方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後面彈簧的預載 是整台車安裝的靈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後面的懸吊呢 還相當的簡單 就是一個傳統拖一臂的形式 跟Viesta的六代 六代都是一樣的架構 那它的彈簧長度會比 約車高的關係呢 它的彈簧長度跟規格呢 就跟一般的hatchback的Viesta 是不一樣的 這台是Ecosport 後面的避震器 拿起來一下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調整呢 我們直接從避震器的上方呢 穿一個小雨棚 就直接能做阻擂的調整 那它有一個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是特別長 所以當車高呢 降下來之後呢 能夠對裡面的銀色的 最需要保護的軸心呢 能夠做全面性的保護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所以剛剛說的避窄呢 在指的呢 就是這個的桶身相對的長短度 絕對呢 不能太短 太短的話呢 彈簧就避窄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後面的調整技巧呢 就是這個長短呢 千萬不能調的太短 預計後面大概降下來 也是大概剩下30V左右 那這台車的後懸吊呢 是ToyB系統 所以就不需要再改 仰角調整器啦 或者是竖角調整器 就很單純 就只有把避震器裝好就OK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 福特Ecosport 安裝KT 道路版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 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再請跟我們 KT Racing粉絲團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